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,台北市文山区兴隆公宅8月开放招租,3日至6日开放民众参观样品屋。 今天上午为第一天开放参观,上午公宅以门庭若市,一个上午就有500组民众排队看公宅。 来看房的人多数为年轻家庭,引发组长者带助儿女来参观,多数人对于公宅格局感到满意。 纷纷询问租屋资格、租金等基本资讯,而也有民众询问公宅是否附赠冷气及家具,对此,都发局表示,他们有附设柜子等简易家具,但冷气及其余家具则需民众自行填购。 星龙第二宫宅位于闻山区木栅鲁二顿138项及星龙鹿四顿105项交叉口,合计推出510户,分别为一房型272户,二房型198户,三房型40户。 一房型分为12平,16平,租金为7100元,9400元,二房型分为21平,24平,30平,租金为12300元,14200元,17600元, 另外,申请公宅民众也可在申请分级租金补贴,以星龙第二区12平一房型为例,若申请人所得符合第一阶的租金补贴,每月只需付2100元,都发局表示,只要年满20岁,在台北市涉及或未涉及,但在北市就学就业,家庭成员在台北市, 新北市,基隆市或桃源市没有自用住宅,家庭年收入在145万元以下,且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在56550元以下,接客申请,都发局表示,8月4日至8月6日三天,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,开放现场参观。 副市长林钦荣今天视察表示,8月17日截止登记后,经过抽签、选房等程序后,预计11月10日开放入住。 他说,民众看乌人潮多,显示民众对于公宅仍有需求,也象征是否政策是合理。 他补充,兴隆公宅是周边中股房屋租金的85折,也预告公宅进驻,捷运南环县也要加速动工,最快2020年初就能动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